台铁有列区间车在今天早上驶进斗南车站的时候 一次是撞击到了不明物体 那么司机停驶之后呢 由台铁人员检视轨道跟列车状况 虽然没有异常 但是列车停驶延误超过半小时 也造成了不少北上列车大污点 有学生更是因此迟到而请假 资深的司机员就透露了 司机员按照SOP 只要听到有不对劲的声响 都是会以安全为最优先考量 停驶查看 但是呢在检视之后 并没有发现外力入侵 也不是海贱的事 通勤时间乘客赶火车上班上课 最怕遇到雾点 但在16号早上6点左右 台铁一列从嘉义出发的区间车 行驶到斗南站南边时 疑似撞击到不明物 司机紧急停驶 由乘务员下车查看后 却没有发现异状 过了20分钟 列车才进到斗南站 又在停驶 巡查路线确认没有义务入侵 直到6点40分才恢复运行 整整延误超过半小时 而停驶期间 台铁虽然协助车上乘客 转乘其他班次 但也造成不少北上列车 跟着5点 乘客张先生在网路上无奈直呼 因为区间车5点 害他只能请驾 搭乘更晚的列车到嘉义上课 而台铁也证实 经过路警公务人员 巡查路线之后 确认没有异状恢复正常行车 但根据了解 司机确实有听见撞击声 只是停驶导致列车误点 最后也没发现义务入侵 这状况常见吗 资深司机员强调行车路途 按照训练SOP 还是会以安全作为最优先考量 一旦出现不对劲的声响 司机员都会停驶 检视列车以及轨道状况 而类似这样检视之后 并未发现外力入侵的状况 也不是罕见的事 毕竟安全第一 即使造成误点 也要全力避免有个万一 记者综合报道